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阿兹海默症为例 您在适应证的栏位中输入Alzheimer's 点下Lookout Cotelis会给您建议的适应证选项 点选Alzheimer's disease之后可以看到下方的四个图示 由左而右分别是在研PIPLINE 在研的公司 在研拔点以及技术类型 每一个图示右上角都可以点击将图示放大 或者您可以选择图示右下角的Filter 筛选出您有兴趣的项目 例如我们想研究目前阿兹海默症已经上市的药物 或者是目前在临床甚至是临床前的这些药物的全境 点选Filter之后 相对应的图示也会做调整 PIPLINE 下方可以看到的是阿兹海默症目前在全球在研的全境 您可以看到颜色由深到浅分别代表的是在研的数量多广 当您将鼠标移至美国时 您可以看到目前在美国有355个药物在研 而在中国有65个药物在研 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竞争全景已经将列表中的药物以至销售额做了整理 对于过去的销售额则是以实现表示 未来销售的预测则是以实现表示 往下看您可以看到的是这些药物相对应的交易 分别您可以看到的是参与交易的公司或者机构的名称 交易的类型 以及一阶漏交易的数量以及交易价值的排序 往下的临床试验当中您可以看到 Hymor disease在全球目前的临床试验情况 分别可以看到参与试验的公司 试验的区别 以及相对应的适应者 当您点选右上方的uncle only则会显示目前正在招募受试者的实验结果 最后您可以看到在最下方是相关药物的专利种感 您可以看到这些专利的专利权人 专利的类型 以及专利当中提到的适应症对应 如果您对于竞争中的这些药物 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了解 举例来说 您想要了解目前在临床三期中的药物 您可以点卷临床三期的图示 竞争全景将会直接给您相对应的这些药物报告 让您可以对这些药物做更深一步的研究或者是了解 以上是COTELUS竞争全景的介绍 科瑞维安生命科学制药有更多的内容 欢迎与我们联系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